12月27日韩寒第二部导演作品《乘风破浪》在京举办发布会 导演韩寒鞋邓超 彭于燕 董子健 教授易小新 张本玉 高华阳等主演亮相 女主赵丽颖一拍戏未能到现场 正式宣布影片定档2017年1月28日 发布会上韩寒透露第二部大萤幕作品更能驾心就熟 谈到即在大年初一上映 韩寒表示 赛车只有一个冠军 但电影可以一起赢 其实可能是12部吧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12部电影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车手嘛 对我来讲一场比赛可能跟我一起竞争的车手 还有50个 100个 所以有12个对手我觉得并不算很多 而且电影跟赛车有一点特别不一样的是 赛车可能只有一个获胜的冠军 但是电影好像大家可以在一起一起赢 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点 现场亲一色男神集合 谈起兄弟情谊 大家互相接短 邓超爆棚愿好身材秘诀是吃蒜 但拍戏时味道很大 最后不得不建议他是黑蒜 他虽然是就负为男神 就是哇线条各方面 我后来知道他是因为跟蒜有关系 他是一个特别爱吃蒜的人 就是生蒜 就是我们在戏里演兄弟每天我跟他最近 就每天都是这么近的 然后每天吃完饭我就说 黄泽尔你又吃蒜了 又吃了 没有 超爱吃蒜的 而且他不仅吃生蒜 还吃蒜苔你知道吗 对啊 生意吃的 而且你妈妈开餐 你不能每天吃一盒蒜的 就那杀菌嘛 餐盒一盒都合的 对啊 但我说 那个你给我的黑蒜特别好吃 真的 我给你黑蒜 因为黑蒜没有味道 我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给你黑蒜 因为我愿意给你黑蒜 谈到前段时间被拍到的放飞自我账 彭于燕在现场解释 因为杀青了嘛 特别开心 因为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在拍 好像有一些赛车戏中间休息 然后其实就是出去吃饭 然后我们在周山嘛 那地方我想没有人会 会干扰人吃饭 所以我就路上跑啊跳 所以你看这样都没有人发现我 我还打了一组拳 因为那时候差不多有说 但是你看这种装扮去打篮球 然后我就说对 还是有后来 还是带着特效化妆的 对